查播最新的连线焦点 这真的是历劫归来了 滞留埃及的这台湾166位的旅客 包机返回国内 目前的状况我们立刻连线记者 王举金带我们来掌握 举金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 埃及会暴动呢升级为红色警戒 那外交部也相当担心 赶快只派了两架黄包机 把所有台湾旅客送回台湾 那今天早上呢 也分别抵达了桃园机场 那一架呢是CI064 会在6点05分到达从维也纳 抵达台湾 那另外一步呢就是CI062 将从法兰克福到达台湾 那目前得知呢 已经有上百人的情况 那来关心一下现场的最近情形 在雅一山有点乱 有看到战车啊 烧轮胎啊 然后有冒烟 然后有那边丢东西 这样子看起来是状况是很混乱 有点危险 震撼教育 震撼教育 因为第一天就完全我们要到 景点都没有开 然后就是到处都要冒烟 然后就是 呃 到处都是报名 然后 好那刚刚出现呢就有团圆了 其实大家已经想了十年 想要到埃及去走一走 不过没想到计划了十年 却只来到了两天 大家都觉得很可惜 不过还好呢 现在平安到达台湾 大家也觉得很庆幸 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 因为呢传出来说 大家转机的时候 可能过境阿曼 现在需要一个过境费 还有机票 以及饭店的费用 那么都同时呢 需要旅客来负担 那么也部分旅客呢 觉得还OK 但是有部分旅客觉得 好像不是那么公平哦 但是还好呢 这个后续状况会在做处理 那反台事宜哦 会在做 这个外交部呢 也会在跟那个旅行社来做处理 不过大家还是觉得 终于回到台湾 真的觉得很开心 那么以上就是现场 最近情形 把镜头交给棚内主播 好 原本滞留埃及的台湾旅客 终于回到台湾 感谢举今的连线报道